有关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今天称使用无人机 打击以色列北部的乙军部队一事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今天从黎巴嫩发回的报道 现在是黎巴嫩当地时间 8月5号的上午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黎巴嫩真主党是宣布 采用多架无人机 对以色列北部的乙军第91师总部 发动了袭击 并确认造成乙军人员的伤亡 我们来梳理一下近几天 离乙临时边界冲突这样一个演变 在7月27号的时候 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 有一座足球长是遭到了火箭弹的袭击 并确认造成十多人死亡 那么死者主要是10到20岁的青少年 以色列随后指责 黎巴嫩真主党需要对此事负责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也发表声明 明确表示这件事情里 是与他们是无关的 在7月30号的时候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 一桩建筑是遭到了乙军的袭击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创始人之一 也是重要的军事指示官舒克 而是在此次袭击中死亡 在8月1号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 就发表措辞极为强硬的讲话 表示乙军已经越过了红线 外界都在观测 黎巴嫩真主党会如何对以色列 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那么在近几天 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在夜间加大了 对乙军袭击的力度 但是这样依然不是真正的报复性行动 只是日常的军事行动 我是在这个周末返回到了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那么我观察到的是贝鲁特的人员 是明显有减少的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今天是周一 应该是日常的上班日 但是首都贝鲁特的街面上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 总台记者四小宁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 我就在这边 阿聡母并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有多优化